中文 童话 平行宇宙 每一条路 你认为它是预先注定的 还是取决于你的选择 如果你今天选择不来这里 而是和你的朋友出去玩呢 如果希特勒的父母从未见过面 他也从未出生 也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当你把硬币跑向空中 你认为得到反面的几率是50%对吧 但如果宇宙已经决定了 你会得到头像那一面呢 或者 如果你可以同时得到正面和反面呢 好了 先保留这些问题 让我们来谈谈奥地利物理学家 埃尔文 薛定鹅 提出的著名的思想实验 薛定鹅的毛 记住 这只是一个思想实验 没有动物真正受到伤害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 把一只猫和一个油原子 和一个有盖的有毒气体罐 放在一个盒子里 然后加一个辐射探测器 如果油原子衰变 探测器就会爆炸 从而推动罐子 释放有毒气体 这会害死猫 但事实是 衰变是随机发生的 它可能发生在现在 也可能发生在二十分钟后 也可能是一千年后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如果衰变没有发生 辐射探测器就不会爆炸 罐子就不会被推下去 有毒气体就不会出来 所以这些都说明 哪只猫还活着 所以这完全取决于 原子衰变与否对吧 确定恶用这个思维实验来说明奇异的量子世界 为什么奇怪 因为量子理论表明 在一个粒子被观察到之前 它实际上同时存在于它可能存在的所有状态中 也就是说在你打开盒子之前 这里面的毛既是活着也是死了 你看 宇宙是由物质组成的 而宇宙中的所有物质 包括我们 都是由原子和它的亚原子粒子组成的 所以当你将硬币抛向空中 正面和反面的结果都是可能的 根据量子力学 当它降落在地面上时 宇宙分裂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正面 另一个是反面 是的 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在不知不觉中 衍生出宇宙的分支 在一个宇宙中 萨莎在学习量子力学 在另一个宇宙中 它则是法学院的学生 在一个宇宙中 恐龙仍然存在 因为小行星正好飞过了地球 而没有撞上它 罗杰 我们有可能去到所谓的另一个世界吗 好问题 答案是 我们还不知道 唯一的可能性是 如果我们的宇宙 与另一个宇宙有短暂的重叠 神奇的是 知道在外面世界的某个地方有另一个你 你会不会感到 很幸福 这是丹尼尔亚当斯 埃尔蒙塔大学的物理教授 物理学 只是她的次爱 因为她的最爱是菲奥娜 她的未婚妻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两年前 丹尼尔和菲奥娜 正在热恋之中 很快就要结婚了 但是 菲奥娜 以圣父和圣灵的名义 这次是古诗致命的 菲奥娜离开了 丹尼尔的世界崩溃了 几个月后 她回去工作了 顾里学给了她安慰 一想到在某个宇宙的某个地方 她的菲奥娜还活着 她就会高兴起来 她陷入沉思 没有意识到 她走上了一条不同的路 一条静止使物的路 前面有一座破旧的桥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眼睛欺骗了我的大脑吗 丹尼尔怂怂间不去想这个问题 继续开车 当她到达市中心 开车经过第二十二大道时 她看到她最喜欢的咖啡馆 变成了一家烤油店 再往前一点 她经常去的沙龙变成了一家玩具店 广告牌上曾经是市长 戈迪维尔逊的照片 现在却是对手贝利卡约翰逊 发生 什么事了 什么 大瑞姆亚当斯 一个冒充我的人 你是谁 你冒充我在我家里干什么 什么 我要报警 你这个骗子 我没有冒充你 你才是骗子 这是我的房子 而你却找着我的脸 怎么可能 丹尼尔的眼睛睁大了 桥上发生的事情 在她眼前闪过 我的上帝 哥们 不管你是谁 你吓到我了 没必要害怕 丹尼尔 我就是你 我叫达瑞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在这个宇宙叫达瑞姆 嗨 我的名字叫丹尼尔 我来自另一个宇宙 另一个什么 你过来 坐下 让我解释一下 没有必要恐慌 你是物理学家吗 不 我是心脏变专家 所以当我决定选择物理 而你选择生物时 我们的宇宙就要分裂了 哥们 你真的吓到我了 丹尼尔向达瑞姆解释了多重宇宙的概念 达瑞姆并不幸福 如果没有办法从一个宇宙旅行到另一个宇宙 你是怎么到这里的 不 我是说肯定有一种旅行的方式 只是我们还不明白 我在桥上开车时 一个虫洞出现了 不知何故 我们的宇宙重叠了 我传过答案来到了这里 有真实的案例 人们在平行世界结束后又回来了 上网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我 只是从没想过我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如果你能离开我的房子 我会很感激的 平行宇宙先生 不 不不等等 你结婚了吗 没有 菲娃娜还活着吗 你是怎么认识菲娃娜的 他还活着吗 当然 他还活着 丹尼尔面大微笑地看着达瑞姆 然后开始告诉他一切 达瑞姆认真地听着 不禁感到和丹尼尔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联系 哦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相信你 但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那我很抱歉 我无法想象没有菲娃娜的世界 相信我 我也不能 对了 婚礼什么时候举行 婚礼 我还没有告诉他我的想法呢 等等 什么 不行 我还没有勇气 如果他拒绝了怎么办 我不能失去我的朋友 达瑞姆 你在干什么 你得告诉他你的感受 我不能 如果我帮你呢 打电话给他 快点 我不打算 快打电话 问他在哪里 上帝 你的世界里的每个人都这么烦人吗 快给他打电话吧 好吧 打开免提 喂 两年后 当他再次听到菲娃娜的声音时 泪水从他眼眶涌出 喂 达瑞姆 嗨 菲娃娜 你在哪里 我在南部购物中心 怎么了 告诉他 告诉他如果他想见你的话 你就在他附近 好吧 你想一起出去玩吗 当然 你来找我吗 好吧 再见 我们走吧 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在我的世界里失去了他 我们不能在这里失去他对吧 他来了 在哪里 就在那时 他看到了他 他一生的至爱 在另一个宇宙 他看上去一模一样 笑容灿烂 目光闪烁 现在 你还记得该怎么跟他说吗 是的 嗨 嗨 菲娜娜 有件事 我有件事想告诉你很久了 是吗 来吧 说出来 我想环游世界 你知道的 嗯 然后呢 对不起 我要说的就这些了 再见 达瑞姆 你可真笨 不行 我的心在狂跳 在这里等着 菲娜娜 自从遇见你 我就想和你共度一生 我醒来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 我睡前最后想的人也是你 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你的世界 我和你不在一起时 这个世界感觉不完整 你是我的希望 我的信仰 我活下去的意志 我爱你 菲娜娜 我太爱你了 你这个白痴 你这么久才说出来 我也爱你 你太美了 我会永远爱你 你为什么哭了 幸福的泪水 给我一点时间 谢谢达瑞姆 他现在是你的了 谢谢你 给 当你向他求婚的时候 把这个给他 这是我打算结婚时买的 我能抱抱你吗 当然 快去吧 他在等你 那你呢 我会回到我的宇宙 怎么做的 如果我们的宇宙发生了碰撞 那么虫洞还是开着的 就和我着陆的那座桥平行 是的 那边有座再见的桥 谢谢 现在去吧 丹尼尔来到再见的桥 祈祷他的假设是正确的 最好能起作用 当丹尼尔看到他最喜欢的咖啡店 就在那个地方时 他意识到 他回到了他的宇宙中 沙罗涅在那里 信号登出的广告牌上 是格迪维尔巡师长的照片 丹尼尔开始了新的生活 因为他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 非要拿他活着 而且很快乐 让我们来谈谈著名的 思维实验 雪丁鹅的猫 记住 这只是一个思想实验 你不应该在家里 或任何其他地方 真正尝试这个实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谈谈 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